看动画 学历史 看他在这个大时代里的经历吧 绍兴的学堂内 天地玄黄 宇宙洪荒 日月银泽 陈秀列章 元培 你已经开始 掌握书法的技巧 你自己尝试一下吧 哦 哈哈 写得不错呀 如此可骄也 谢谢老师 不久 蔡元培的父亲病逝后 他们一家的经济状况急转直下 但是年轻的他坚持勤奋学习 元培啊 快去休息 明早再读吧 啊 娘亲 我再读一会儿才睡 嗯 那好吧 你别温习得太晚了 娘亲先睡了 嗯 好的 寒来蜀网 秋收冬藏 啊 原来天都亮了 蔡元培在成长过程中 孜孜不倦地学习 年仅二十多岁 就已经高中近视 元培 元培啊 你高中了 蔡元培之后进入了汉林院 蔡元培在汉林院期间 一直都在研究国学 并热心于维新变法运动 后来他因为对蜻蜓政治改革 感到失望 离开了汉林院 不久后 他为了学习西方知识 于是便到德国留学 这次在德国 我一定要学习新的知识 然后回国为教育界做出贡献 德国来比锡大学 咦 这门文学和哲学课我都有兴趣啊 不如我们一起去上吧 啊 但是这些课程内容挺深奥难懂的 会不会太有挑战性了 既然有出国的机会 学习简单的东西又有什么意思呢 得自我挑战才能有所进步啊 走吧 我们去教室上课吧 除了文学和哲学 蔡元培还上了心理学 美学等许多不同的科目 嗯 这样画好像好一点 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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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博物馆里有展览 晚上还有音乐会 我们一起去吧 是吗 好啊 好啊 博物馆内 哇 这些画作和雕像实在是太美了 嗯 嗯 可以听到这么悦耳的音乐 真是令人陶醉啊 哇 假如我们的国家 也有这样的艺术教育环境就好了 是啊 是啊 回国之后 我一定要发展自己国家的美誉 蔡元培在德国第四年 中国辛亥革命爆发 蔡元培收到信后立即回国 在孙中山见证下成为教育部长 虽然蔡元培雄心壮志要改革教育 但由于元世凯的专制统治 他决定辞去职务 唉 我得走了 在接下来的几年 蔡元培一直旅居德国 法国 继续研究教育 哲学和美学 直到1917年 他才有机会回国 并成为了北京大学的校长 北京大学演讲堂 各位同学 很高兴跟大家见面 作为大学校长 我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想法 跟大家分享 是什么 是什么 是什么呀 是啊 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认为求学 不应该是为了功名利禄 我认为大学学生 应该以研究学术为天职 而不是一心想着升官发财 对呀 说得没错 对呀 我有一个问题要问大家 我们现在的社会 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意见 有一些意见甚至是互相冲突的 面对这样的情况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校长 您提出的问题 的确很重要 不知道您能不能给我们 一些宝贵的意见 可以 面对不同意见的时候 我们要互相尊重 这样不同的声音 可以有机会同时存在 我们的思想 也可以得到更多冲击 这可以概括成 囊括大典 网罗众价 思想自由 金融并包 蔡元培主持北大的六年中 除了聘请在新闻学上 有造诣的胡适 陈独秀等人外 亦聘用研究古典传统的 郭鸿明 刘诗培等人 的确做到了兼容并包 同时他还支持和提倡白话文 唱到以科学和民主为本的文学革命 1937年12月 日本全面侵华 蔡元培移居香港 租住在九龙科室殿道156号 在圣约翰大礼堂美术展览会上 蔡元培发表讲话 在抗日战争中 我们必须学习美术 因为通过美术可以养成宁静而坚毅的精神 而这种精神是抗战时期最需要的 好 说得对 好 蔡元培家中 元培啊 跟我一起去美国吧 那边安全得多 生活也更舒适呢 静江 我已经决定留在香港 为抗战做宣传 继续为国家做出贡献 之后 蔡元培先生的余生都在香港度过 蔡元培逝世后 长面与香港华人永远坟场 蔡元培自小勤奋用功 很年轻就考取汉林 后来又到外国访学 可以说是学贯中心 他创办女子学校 又提倡美育 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 尊重不同意见 提倡学术自由 晚年他预居香港 仍然心系家国 为教育 为国家做出了不少贡献